字幕提供 我們做研究 有一件事經常說 就是要有一個控制群組 看一群人是怎樣的 你一定要有其他人跟他們比較 你才知道究竟是甚麼是好 甚麼是不好 你只有這群人在 這群人九成九都是相似的 你看不到甚麼 我們要有控制群組 我某程度上覺得 我們的教育制度 沒有太多控制 為甚麼我會特地提及這件事 我不知道在香港的教育制度裏 或者青少年朋友 知不知道自己香港青少年的 失業率是多少 就業率是多少 他們有機會讀專上教育的 是多少 他們畢業後賺的錢是多少 一個三人家庭 有一個青少年朋友的三人家庭 他們的所謂 income median是多少 不知道 究竟我們的所謂教育制度 是多少 如果有掌握到這些數據 然後跟一個差不多人口的國家比較 譬如說 如果要選好一點的 選擇芬蘭 選擇北歐 選擇近一點的選擇新加坡 或者選擇南韓 跟其他國家比較一下 我們要不斷了解身邊的環境 而造就一個適合的位置給自己 嗯